大家好 今次开箱一个我都很期待的玩具 就是英雄勇将的超人 Argo 今次的 Argo 我个人都期待了很久 始终目前市面上的 Argo 产品真的不多 难得今次出英雄勇将真的要支持一下 今次出了两个版本 分别为 A 款的正常色和 B 款的透明色 希望不要做到像 Torica 这样的啫喱色 不多说了 马上开箱 同样是先开了 A 款的正常色 今次是用纸皮包装 A 款的正常色颜色都很好看 英雄勇将始终有很多上色问题 面上已经发现了第一点 右边头上黑色线的上色已经有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去 胸甲上面边线的位置 黑色和金色的上色都很杂乱 这部分分色做得不太好 右手手臂的分色都不均匀 至于背面 右边黑色护甲见到有明显的痕迹 而且中间蓝色部分也做得有些粗糙 下面也没什么大问题 雙手除了左手手臂之外也没什么问题 腰以下都是正常的上色 不过跨下就有一小点明显的白点 之后的上色都没什么问题 不过再仔细看 就会发现有些地方都有些白点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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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面 4面 2面 接着就到 B 款的透明色 这次 Argo 的透明色 和金色迪迦的制作上色是一样的 终于不再是啫喱色了 真是借天借地 本来透明色都没什么上色问题好说 简单看完全身就发现 在后腰低一点的地方 有一个明显的小缺陷 真是好可惜 其他地方都没什么问题 脚胶都是采用相同的浅蓝色 最后就是比例的问题 这次 Argo 的比例是正常水准 可以和迪迦、迪迦、Gaia 摆在一起都没违禍感 总结来说 今次英雄涌将的 Argo 非常值得一入 虽然公仔的质素真是一般 求了少许分数 但相信有买过英雄涌将系列的人都知道 这个系列的上色一向都是一般的 重点是公仔价钱便宜 售价都是一百多元 CP值都算不错 AB 两款的配色都挺好看 跟之前出的Gaia 摆在一起真是超型 这一点都值得推荐 今日的影片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栗談 应该先分这里 你会给人工 study Cartoon Surve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